上一鹤撒娇的时候 就是一转头 裴文轩就蒙着你的眼睛 他当时描述的时候 我就啊 对 哈喽 又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赵金麦 在渡华年中饰演长公主李荣 分别用一个词概括 李荣和裴文轩在前中 后期的关系 前期就是真心相对 中期就是配合默契 后期是真心相爱 每次听到有人议论 驸马出身和职位不够高的时候 李荣第一时间的内心OS会是 第一内心OS是 不行 我得赶紧帮他升升值 李荣和裴文轩确认 彼此心意之后的日常很甜 还有贾和李偷偷搞地下情的刺激情节 这里面哪场戏是你演的时候 都会被甜到冒粉红泡泡的 我偷偷去书房找裴文轩那场戏 他欲擒故纵嘛 然后我就半夜偷偷溜去他那 偷个屏风发现 诶 裴文轩不在床上 就是一转头裴文轩就蒙着你的眼睛 他当时描述的时候我就 对 像这种冒粉红色泡泡的情况多吗 其实挺多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俩就是 经常是那种 就互怼式的那种相爱相杀 你知道吧 公主大人请回答 杜华年是你拍过什么最多的戏 杜华年是我拍过的斗嘴最多的一部戏 当张灵鹤做什么的时候 你在旁边会忍不住爆笑 张灵鹤撒娇的时候 张灵鹤演撒娇戏份的时候 我会在旁边爆笑 最想删掉的一段花絮是 最想删掉什么花絮 偷吃倒酒 最难抗拒的是 漂亮的衣服 但是他要